窗边书桌 放一盏台灯 桌上文具公仔 还放了几本字典 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房间 是这位22岁东京青年 每天窝着的地方 大部分时间都在家 不就学 不就业 不想社交 也不想找人说话 打游戏滑手机度过一天 这在日本其实有个专有名词 中文叫家里敦 定义是连续六个月以上 不太走出家门 几乎都窝在房间 如果出门 也只会在家附近采买 上升为22岁男子 小学五年级被同学霸凌后 不想上学 中学只读一星期就放弃 函授课程也半途而废 成了家里敦 而家里窝久了 负面情绪也在堆积 但他不是最严重案例 疫情前日本政府曾经估计 全日本至少115万名 加里敦族群 2023再次调查 便大约146万 等于每50位15到64岁人口 就有1人 东京都去年调查 就算不是加里敦 也有将近四分之一 受访者经常因为负面情绪 就不出门 而疫情过后 不止日本 越来越多国家发现 加里敦根本成了全球现象 从美国到非洲 奈及利亚 再到欧洲的丹麦 法国都有相关研究 这位法国妈妈 很担心儿子 但光焦虑没有用 家人往往能成为 改善的关键 回到日本 政府越来越重视 加里敦现象 也开始想方法 伸出援手 各级政府设立咨询专线 还有精神科医师 尝试用对话机器人 协助加里敦的人 建立沟通社交能力 另外九州大学也有研究 未来可能用血液样本 就能及早发现 加里敦倾向的患者 尽早介入改善 甚至开始治疗 TVBS新闻众话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